Hello 大家好 晚安 我是博勝 那今天要幫各位介紹這台是Hybrid的油電版的車型 那它是旗艦版的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話是我們的遙控器 那我們這一顆遙控器它是我們的一個觸控式的 它是感應式的一個鑰匙 感應式的鑰匙 那我們設定來講的話 如果你下車離開車子只要觸摸把手 兩條線的位置 兩條線的位置 它就會有收進的一個功能 那如果你要解鎖呢 一樣放後面嗶嗶兩聲 我們的後視鏡就會打開 那摸前面這是上鎖 摸後面這是開鎖 那千萬不要兩隻手一起按 它會沒辦法判讀是要關還是要開 那旁邊這裡有鑰匙孔 如果說車子沒有電的時候 我們再有遙控器 遙控器的後方 這邊可以取出我們的鑰匙 取出我們的鑰匙 就可以透過我們鑰匙 做一個手動開門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說您是拿遙控器在遠距離的話 那我們在遠距離示範給各位 按一下它會上鎖 後視鏡就會收進了 那按第二下是解鎖 它就會解鎖 然後第三下呢 是我們這台有電動尾門 按住它之後 三秒鐘以上 它會自動打開我們的尾門 然後像這樣就開啟了 那一樣如果說您 使用完之後要關閉的話 一樣按住它 三秒鐘 我們的後行底下就會自動下來了 那我們這台車是旗艦版 所以有電動尾門的設計 所以在這上面又多了一個電動尾門的按鈕 你要三秒鐘以上才會產生作動 那第四顆呢 有一個紅色 有一個喇叭的位置 那這個就是我們俗稱的巡車 巡車還有赫子的功能 如果說 您在車子找不到的狀況之下 可以按住這個按鈕 三秒鐘以上它會 叭叭叭 而且會閃燈 讓你知道你的車子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還是一樣複習一下 第一個是上鎖 它會閃一下 第二個是解鎖 它會閃兩下 再過來三秒鐘會開啟我們的電動尾門 第四個是我們的巡車跟赫子的按鈕 遙控器通常來講的話 大概可以使用兩到三年 那我們按一下左上角會有亮燈 我們看到亮燈 那這個亮燈如果說 你在按的時候快沒有電這個燈號 都不會閃的 不會亮的 那就表示快沒電 而且我們的 7吋的一個數位儀表板上面會跟你顯示 電池的電力不足了要做更換 那這個如何更換我在上面有 錄影片 那也可以到我們的 我們的 影片裡面去觀賞看如何去更換我們的遙控器鑰匙 那基本上一般大概兩到三年 那我們這個感應式鑰匙平常我們就放在口袋裡面就可以了 上鎖開鎖的地方有三個地方 駕駛座跟乘客座 還有我們的後門 只要感應到遙控器就可以做一個開門跟關門的動作 那以上就是我們 1.8 course的一個油電板 油電板 旗艦版的車型 我們的Smart Key 不去START的功能 然後不去START是要上車 只要感應到我們的遙控器就可以做發動了 那這是Smart Key的功能 記得 那遙控器如果在車上的時候 不用擔心它會鎖上 遙控器萬一不小心在車上了 那你觸摸把手的時候 它會發出長音 長音就是跟我們提醒 鑰匙是在車子內的 鑰匙在車內的 再拿出來 鑰匙在車內的 那如果說您後座的門有人上下車了 上下車門沒有關好 當您觸摸的時候 也是會發出長音 長音 那就是我們車門沒有關 記得 車鑰匙在車上或車門沒有關好 它都是會 發出長音的 會發出長音的 那再過來還有就是說我們油電板的車子 油電板的車子 當你如果說車子是在上鎖的狀態 上鎖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室內燈 走過來來講的話 如果室內燈有亮起就表示它是感應到我們的遙控器過來了 他這個 有的 客人反映說為什麼我走到我的車子旁邊我的那個鑰匙 我的室內燈會突然亮起來 那就是感應到我們遙控器 接近車子了 那以上就是我們遙控器的一個使用 如果說有不清楚的話記得再幫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影片做個複習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覺得我們的 SmartKey的使用方式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在 跟我們留言 那我們在意義幫助各位做個回覆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觀賞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晚安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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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